大家好,歡迎收看7月份的座談天下,我是志祥Yanny 在我身邊的是我們的好朋友PGNE的中文法人Biona Biona你好 Yanny你好,各位觀眾大家好 Biona,我們前一陣子幫PGNE做討論去看看觀眾對PGNE的服務有甚麼意見 現在結局應該出來了,我也很心急想知道觀眾有甚麼意見 其實我們6月開始跟天下維持合作 推出了一個華語服務問卷調查 其實最主要是想看看我們中文華語的用戶對我們公司的評價是怎樣 令到我們可以有一些改善的服務 會從哪一方面去著手 其實反應都很好,我們收到差不多250個用戶 他填了這個問卷上網 令我有些猜疑的就是他們的評分 對我們公司的評分 基本上的評分 尤其是我們為華語用戶社區做的服務的評分 就差不多是去到四星的 嘩 都是挺安慰的 但是當然了 也證明我們有很多地方要改善 要改進 希望可以再加強我們對華語社區 或者其他少數俗用戶社區的服務的情況 是的,PG&E一直以來 我們都好去給大家更多的資訊 無論是PG&E的優惠政策 又或者是一些突發的事情 那有沒有一些很出現的 一些公認 你印象最深刻的呢 是的,在問卷上 我們都問我們的用戶 譬如你對我們每一行的計劃 那個熟悉程度有多少 當然我們都比較 預期之內 譬如一些低收入計劃 他們的熟悉了解度是比較高的 但是譬如有很多其他的 可能是電動車 太陽能 甚至乎是一般的帳單的服務 他們的熟悉程度都是比較低些 譬如我們有很多機會去改善 要多些推廣這些服務 給我們的中文社區 因為可能是獎單 即是我們這些低收入的服務 即是和大家的生活比較息息相關 所以大家會更加關注這方面的問題 我們可能接下來 我們的節目就會講 更多關於PG&E的服務 例如剛剛提到的這些 電車、太陽能板 除了我們對PG&E的計劃之外 觀眾朋友有沒有對我們的服務 會不會有一些意見呢 其實也是 除了一些有彈有讚 其實我也是專注於彈方面 譬如有些朋友 希望我們客服的電話 不需要等太久 等待時間 也有很多人說 希望這個帳單將來可以便宜一點 有一件事令我挺詫異的 就是大家有一件事都不知道 其實大家是可以申請超過一個PG&E的帳單 大家都以為可能是不了解那個系統是怎樣的 其實譬如在華裔社區方面 如果你是有 當然有些朋友可能已經有家裡有一個PG&E帳單 自己的商業已經有一個PG&E帳單 但是說住宅用戶方面 譬如有些朋友可能是屋主來的 他有租屋給別人的 如果他租出去的那間屋 不是由租客自己負責的PG&E帳單 當然在我們的系統 我們會有租客的名字和地址 因為是他的戶口 大約可能有些房東 他自己是幫他遮蓋租戶的電費單 用自己的名字去註冊 是的 所以在這些情況下 我們其實都是會知道的 因為你會註冊不同的地址 一個名字 但我們有一件事 大家一定要注意 我們會問那個屋主 如果你是符合低收入計劃 你只能夠有一個地址 可以收到這個 獲得這個優惠 這個一定要記住 還有就是萬一如果你是租戶 你本身不需要給PG&E的帳單 是由屋主負債 但你又想知道 如果萬一我家停電 屋主不是和我一起住的 我想知道譬如有些什麼 即是未來PG&E會在我家做些什麼 其實你也可以打給我們 Sign up一個叫做地址Alert的一個計劃 就是說你只要告訴我們地址 他們知道你是在那裡住的 是租戶來的 然後有些什麼針對地址的停電 或者緊急的通知 我們可以即時發短訊 或者通知你 因為在你這些朋友當中 因為你沒有一個PG&E的帳單 變成我們無從去 有你的資料在我們的系統上 譬如我們想通知你 我們第一個時間 可能是通知你的屋主 但如果你說我家住很遠 可能他很多時候都不會告訴我 資格關於煤電服務的情況 你可以 sign up 去這個地址 變成我們可以直接去通知你 這個跟我們之前 我們那個PSPS都有點像 就是去系統上 然後便將 了解這個地址有什麼更新的 沒錯 好像填過電話號碼 然後便可以 還有地址 我們先休息一會 我們下一節回答更精彩的內容 歡迎回到第二節的作談天下 楊南 我特別想和你看看 我們七月初的時候 終於第一波熱浪到來了 幸好三藩市 沒有受到這一波的侵襲 但真的彎曲其他地方 溫度應該有90至100度 這一波熱浪 對整個電網的負荷 有沒有什麼影響 當然一定有 因為當你太熱的時候 大家就會去開冷氣、開風扇 用電的需求亦都大了 當然我們在三藩市的民眾 未必受到很大的影響 但當你離開了三藩市 東灣和南灣的用戶 其實大家都知道 其實是很熱的 非常之熱 是的 有些地方其實是接近三個位數字 為甚麼是這份網 然後再網 是的 即是內陸的地方 對 內陸的地方 其實我們很多中谷的用戶 其實已經是三個位數字 去到Fressel已經去到110度 上星期 80度 所以其實我們知道 用戶對用電的需求又大了 但當然我們暫時 一個好處就是 我們剛剛的冬天 我們都頗多雨水 很濕潤 是的 除了會對山火的季節有幫助之外 因為樹木可能仍然有些水質 保持著 所以他們可能引起山火的季節 可能我們也預計今年沒有那麼快發生 機會低很多 是的 另外在供電方面其實也有一個好處 因為我們也有水力發電 因為有很多雨水 很多溶雪 對水力發電也造成一些好的影響 所以希望在電網 在電力供應方面也會好一點 但當然我們是在說全加州 因為我們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屬於電網 是的 雖然我們雖然是有一些雨水 對我們的水力發電有幫助 但始終我們不是所有100%都是水力發電的 加上還有加州其他地區 可能他們未必受到水力發電的好處 都會可能出現一些關於高溫而引起的停電事故 其實大家都看到 上個星期也會有些停電事故發生 會否因為機器過激烈 是的 其實通常在一個熱浪侵襲的情況來講 我們最常見到的設備手損壞就是Transformer 即是一個變壓器 變壓器其實是大家 它有很多不同的樣子 其中一種就是可能大家在電線上看到 是一個圓桶型比較大的 這是一個普通的變壓器 我們有很多不同的尺寸 做不同幅數的變壓器的設備 通常這些變壓器 它們在正常運作的情況之下 它們日常熱的時候當然是發揮作用 因為它們是將一些很高幅數的電 慢慢分流到我們不同的家裡 是的 是的 這樣的 但是通常這些變壓器 它們的運作模式 就是它們在夜晚 當那個電量沒有那麼高 或者是比較天氣不冷 不是 不熱了 即是在夜晚的時候 它們就要冷靜 即是一段時間 等它冷靜下來 冷靜下來 就像電腦一樣 你不可以不停地熱它 是嗎 一直這樣運作就不行了 它需要一個時間是冷靜的 通常就是在夜晚刻發生的 但是當在熱浪侵襲那個地區的時候 可能它在夜晚刻都會熱的 甚至乎是因為它 即是在夜晚的時候非常之熱 所以大家不停地開冷氣 令到房子就冷了 還有很多情況之下 譬如上星期 即是就算是中共那些地方 它在夜晚刻都會熱的 即是都在說是九十幾度 變成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那個變壓器沒有辦法去休息了 它可能就overload 就可能會有損壞 這樣就引起停電了 冷靜不下來 是的 所以譬如大家都會奇怪 為何太熱的時候會停電 主要都是這些設備受損去引起的 但當然了 我們不停地去升級我們的設備 亦都是將很多不同的電網 將它由大變到很小 每一個電網 變成萬一真的那個設備有出事了 希望受影響的人都會比較少 還有我們可以集中去處理 去搶收受損的設備 Fiona 我知道 其實停電都不單單會是變壓器的問題 可能是自己家裡的電腦 老舊 或者會造成跳閘的問題 在這種情況 如果是停電了 我出去看 家家人都有電 是我家裡沒有電 在這個情況下 應該是怎樣去處理 當然我們都建議打給我們 跟我們報告一聲 但如果你知道 譬如你上了我們PGNE的停電地圖 發現整個Blog都沒有事 根據PGNE的資料 我都應該沒有停電 而你家裡的廚房都停電的時候 你就需要找一個真正合格的電力師傅 去幫你檢查 這是很穩陣的做法 剛剛聽你這樣說 因為雨水多 我們有水力發電 今年可能輪流停電 或者限電 每家每戶限制用電 這個機會可能會低一點 當然我都希望不會發生 但當然 這個就是由我們加州的獨立電網 那個公司他們要去評估 因為始終我們PGNE只是服務加州的一部分地區 我們還有整個加州還有南加州 還有一些他們對電力的需求都很大的 南加 所以就要看一看究竟他們的編排是怎樣 還有他們那些可能南加的水力發電 未必是很充足的 可能最後可能都會有 也都要看天氣狀況最主要 因為如果天氣突然間很熱的時候 而它持續很久的時候 都不會排除有這個輪流停電發生 但我們希望剛剛過去的冬天 有這麼多的雨水 希望都輕微幫助到我們的地區 大家都要及時關注我們社區的訊息 和這個電網有什麼新的更新 我們也提到這個夏天雖然很熱 但也代表著我們的日照時間非常之長 我們剛剛也提到這個太陽能板的一件事 其實如果是我們自己家製造了一個太陽能板 在這個高溫的天氣 其實是否有很多 不需要太過於擔心這個停電的問題 當然了 裝太陽能板 我們都是長期鼓勵大家去用這個再生能源去發電 當然了 如果我們既然陽光這麼充沛 其實我覺得我們加州其實是處於一個 安裝太陽能板的一個很優秀的位置 但大家有這件事要注意 首先我們不是太陽能板的公司 我們是一個電力公司 不過如果會有這方面的查詢 可以打給我們 我們也可以去到我們的網站 我們會幫你看看你平均每個月給的電費 如果要安裝一個太陽能板要多大 成本大概多少 究竟對你來說是否一個好的投資 我們會有一個網上的計算機 讓你自己去做一些功課計算數 當然了 如果你覺得 出來的結果是 我應該安裝太陽能發電板 我們在網站也有很多資料 有很多在加州安裝太陽能發電板的成建商 你可以自己去聯絡他們 但有一件事大家真的要記住 除非你安裝一個電池 即是儲存你的太陽能 一般來說 如果你只是安裝太陽能發電板 你晚上的電源從哪裡來 都是PG 都是我們的電網供出來的 因為你沒有用一個電池 去儲存你日間收集你的太陽能 所以大家要注意 在太陽能的用戶方面 在帳單方面 有些不同的措施 因為一般來說 如果安裝了太陽能的用戶 他們的電費應該都會少很多 因為他們只是晚上才用我們的電 但是因為他們少很多 我們不會再每個月 給他一張電費單 他那張電費單 一年就是收一次的電費單 是 儲存一次才可以 對 儲存一次才可以 原因就是可能金額帳太小了 我們都不想每個月麻煩你寄信給你 告訴你PG&E的費用是多少 很多時候都是最後12月 才會有一張比較大的電費單 那會不會說 如果他們已經安裝了電池 他們白天儲存了電量 已經傳到電 其實晚上都可能不會用到PG&E的電 沒錯 所以這樣的情況就是 每一年12個月才會寄一張單 是的 無論你有沒有電池也好 只要你是太陽能的用戶 你裝了太陽能發電板 我們只會一年才給電費單 所以大家要注意 可能很多人以為裝了太陽能 不用給電費 因為他沒有收到 但其實不是這樣的 因為我們每年只給一張單 正常的情況之下 太陽能的用戶 他們用電的數量很小 因為他只是在晚上用 所以我們都會在最後 才給他一張大的單 那有沒有說 如果是我們保留在PG&E的網站上看 雖然不會標給你 但也會看到的 沒錯 如果朋友懂英文 懂用電腦 如果你是用PG&E的網上戶口 你可以看到自己用電的情況 即使你是太陽能的用戶 你也可以看到PG&E的電錶 會用了多少個電 是甚麼時間用電 都是一目了然的 是的 這樣就可以心中有數 對 不用到年底的時候 原來自己沒有裝過電 自己發現為甚麼錶會這麼大 沒錯 多謝Fiona提供這些資訊 我們休息一會 我們下一節繼續有更精彩的內容 歡迎回到第三節的座談天下 Fiona 我們剛剛上接就說到高溫 其實也帶出了我們每年都很關心的一個話題 就是這個山火 加上你剛剛也提到 在我們這個調查問卷 其實我們大部分的用戶 對山火了解就不是太深 可能是灣區 始終未到 好像你去到中谷地區 真的熱到 那麼今年的山火 我們PG&E會有甚麼預測呢 嗯哼 其實一般來說 那個山火季 我們是每年6月1日開始的 幸好 因為我們今年的冬天 很多雨水 對嗎 而且六月份氣溫也很低 是的 那六月份相對來說 也不太熱 嗯 所以我們已經預測 都是正常的 就是那個山火季 因為那個開始來說 會延遲 一定會延後 一定會延後 但是至於是何時呢 我們當然都不知道的 我們都希望 隨時我們都會做好這個 防山火的準備 其實也都 剛才你也提到 其實在那個問卷調查上面 有些用戶 其實他們對那個 我們那個公共安全斷電 都不是說很了解 就是不是很熟悉的 當然了 因為我們也是 最初可能做得多些PSPS 影響灣區的民眾比較多 那開始下來 我們開始做很多不同的措施 去改善那個山火問題 那基本上好像去年那樣 我們基本上就沒有 即使是中谷地區 我們都沒有 有任何的PSPS 公共安全斷電發生的 那所以呢 其實都是 可能那個trending都是好的 雖然大家可能對這個 公共安全斷電 不是那麼熟悉 那但是也都證明 我們開始不需要去 利用這個公共安全斷電 去避免 因為我們的設備 而引起了山火 那這個也是可能 是一個好的徵兆來的 那但是我想 我們對山火 大家 就是過去造成的破壞 都歷歷在目 是的 即是有年真的燒到 整個天都很差 是的 我們加上最近 其實加拿大也有山火 其實那個山火 所影響我們的民生 是越來越 是很接近我們的 所以 我們都希望 繼續去 多些給這方面的資訊 大家 希望大家可以 即使可能 你住在山凡市 未必很直接地 正面受到這個山火的影響 但是始終可能 你間接上 或者是天空 上面的煙霧 都會影響到來的 所以希望大家 對那個山火 由於這個天氣變化 而引起這些 可以說是一個天然災害 那就是多些的關注 嗯 因為我們知道 由這個山火開始之後 其實PGN已經做了很多工作 包括我們加裝的 就叫做ESPS 其實現在的進度 去到哪裏呢 其實我們就有 基本上 在針對山火的問題方面 我們有PSPS 以及有EPSS 你剛才說得對 我們PSPS 就是說我們會進行一個 主動的斷電 如果我們萬一在某一個地區 我們呢 發現那個地區 那個 就是很多的因素 已經符合了那個 就是構成山火的因素的話 包括是 相對濕度 地面那個乾燥的情況 我們一些Canberra 收回來的一些數據 等等 如果發現那區 或者尤其是那個風向 和那個風速 如果我們發現 會是由這些情況發生的話 我們就會是 就是主動去進行一個 公共安全斷電 這個大家都會很了解的 其實應該 就是我們會在兩天前 通知大家 你家裏有機會 受到這個停電影響 希望大家做好準備 但是當然了 天氣呢 變化萬千的 在那兩天 就是48小時的通知裏面 雖然可能我們48小時之前 那個預測 是會有出現公共安全斷電的情況的 但是可能過了24小時之後 風速又減弱了 減弱了 風向又不同了 我們都會有一個 會給大家的 所以都很感謝大家的體諒 因為我們會經常要去 去更改一些資訊 告訴大家 究竟那個公共安全斷電 會不會舉行 甚至會會不會是那個時間 和在那個地點舉行 這個是公共安全斷電 另外EPSS就是一個特別的器材 我們就是說 如果有一些東西 接觸到我們的電線桿 它就會在十分之一秒 就馬上斷電 當然了 我們不會隨便去開設定 我們只會在一些高山火 即高危區 我們才會做這件事 又或者是一個很炎熱 或者是風速很大 有很多因素加起來 高危區 是的 我們才會去做這個設定 即不會隨便開設定 因為萬一有時候 金屬氣球 碰一碰 我們又斷電 有些松鼠仔 又斷電 那就不行了 不可以這樣影響 我們用戶的生活 所以 有很多不同的措施加起來 其實我們都看到成效 因為其實去年來說 因為我們設備而引起的生火 已經非常少了 少了很多 但當然了 我們作為電力公司 即我們都希望和全國的電力公司 去研究究竟有什麼辦法 即可以更加去杜絕 因為我們電力設備而引起的生火 其中一件事 就是我們將電線埋在地上 但這件事不是可以一時間做完的 因為是一個很龐大的工程 所以在未能夠把所有電線埋在地上之前 我們用很多不同的方法 希望可以盡可能去減低這個問題 所以 亦都有很多內容可以和大家說 可能短短幾分鐘 說不完 是的 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多關於生火 PSPS 還有PG&E做了什麼措施 去幫助民眾到這個停電的情況 一定要關注我們在7月20日 星期四 朝早11時 我們天哪衛視和PG&E 有一個Zoom的網上講座 到時 觀眾也可以發表你們的問題 去問 如果有難什麼 我們也要看看 有什麼可以面對面的溝通 去幫助大家 同時 參加我們這個Zoom講座的觀眾 還會得到我們PG&E送出的小禮品 是的 到時我也會講解一下 譬如在斷電之前 期間或之後 我們會用會有什麼資源 如何去支持他們 希望他們減低他們在生火期間 可能造成的停電事故 減低他們的不便 這是關於大家 對大家是切身有用的資料 應該都會有涉及停電的時候 民眾可以去哪裡找到幫助 是的 要記住關注我們7月20日 星期四早11點 大家掃描 以下這個二維碼 也可以到我們Sign in的熱門 好 Fionna 今天多謝你 我們7月20日見 到時再談 到時再談 拜拜